是 在你经手的这几年里面 你发现一个变化 就是在夫与妻的这两造里面 好像男性对于财产的分配 在你的职业经验里面 其实男性在这一点 他会 我应该用比较赞美跟肯定的语气 就是他在计较上面会非常的清楚 那比较负面的语气就是说 其实男的比女的 在分手的时候 他会斤斤计较 可能我三十年这样切一半一半 我的前十五年的时候 的男性比较不会出现这个状态 可是在后面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现象越来越明显 也就是说算得很清楚 我那种斤斤计较的感受是什么 结完婚之后 他就开始觉得他的老婆 买了沙发嫌贵了 或者是买了婚纱的 可能太贵了什么的 他就觉得说 你为什么不够节省 一结婚之后 就要扮演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 那当然可能这个女性就会觉得很大的 婚姻怎么那么大的落差 男性在算这个钱的时候 算得真的很精准 女性都是大概大概就好了 我可以过日子就好了 可是男性在算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其实是很有节奏的 可能包括你照片上的这个钻戒 或者什么包 我当时送给你的东西 我全部都要要回来 然后信用卡 我帮你刷了多少 我帮你带电了多少 全部一笔一笔把你算回来 那个尾数都不能去的 譬如说你是一万七千五百多块 那些七千五百多块 一定要都算到五百多块 那个都要算出来的 其实我还曾经算过一个 连那个零头的三十块 二十几块都要跟人家要回来的 我这时候才觉得 这个案子其实应该是好多个数字的东西 你怎么会连尾数都要算得这么清楚 所以我就觉得说 男性最懂得在婚姻结束的时候 争取的是权利 那个权是怎么样 因为你要跟我分手 那么我就跟你算清楚谁是老大 我觉得那个心态是在的 所以女性在处理分手的时候 比较接近想要取得一个好善 她会觉得说我们希望各过各的 好 你幸福我幸福 就是一个不幸福的事情 变成两个人幸福那多好 我觉得女性在离婚的时候会想很久 但是当她做了决定的时候 她就会很清楚 这就是我要的 可是男性经常在这里头 不一定想到的是 她的分手很多是来自于不是想很久 想到的是很多是情绪 我觉得你对不起我 我就是要让你难看 我就是要让你痛苦 当然我也必须想 那是也很多的男性是可以不是如此 所以我刚刚就想到 其实这是一个权利的关系 那个力是力量的力 就如果这种权力的高与低 以及谁比较能控制谁 长久存在在亲爱关系里面 不管是婚姻或者是非婚姻的话 它会一直不断地强化或者是烈化 这个关系会一直烈化 比如说这两年我们看到了两个词 一个妈宝 这几年还有一个是冷暴力 形式不一样 但是我感觉它其实都是一种控制的方式 我觉得所有的暴力都跟控制会是正好的 权力控制关系是在我们处理婚姻当中最常见的 就是权控 女性因为整个社会暗示 她们在关系里 她觉得离婚率这么高 就如同刚才讲 就五万多对 所以这里有很多觉得婚姻再也不是一个保障 再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所以她们会很高度的焦虑跟不安 那她就会用了很多方式在控制 这个控制包括你的手机的账号 我一定要看 包括你现在去哪里 我一定要知道 包括你现在跟谁讲话 我也要知道 她会发现很多用这种方式在控制 处理自己的不安 那么我看到的男性比较多的不是不安 比较多的是权力这件事情 就是我是护长 那么所以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听我的 你要去干什么也是要听我的 也就是说你要去哪里的 她也是展现的是控制 但是她的背后比较多的是权力意识 而不是不安的议题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叫做冷暴力 它就处现到什么 关系的断裂 我放弃了这一段关系 那么冷暴力其实还有一个解读是什么 叫做精神虐待 其实精神虐待是什么 的核心其实就叫全控 也就是她用孤立 当作你不存在 我举一个小小的故事好了 我记得那时候有个女性 她就跟我讲她其实她是女强人 然后她老公就叫她说 我希望你的手这么美 不要再碰水了 所以你的工作就不要做了 因此这个事业就老公整个拿去做了 她是做一个跟美容有关的事业 那她就是我希望你在家里当一个少奶奶 可是后来她的老公就跟公司的会计 然后这个女性呢 她当然不想理 为什么我要公司的 把这个位置跟孩子都交给你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她后来就变成重度忧郁 因为开始我在屁股所工作 所以我就接触到她 我就跟她讲说 你没有觉得这个关系 对坦白讲我会认为说 痛苦的是你 继续婚姻痛苦的是你不是她 然后这位女性呢 她还是一直走不过 走不过的时候 她有一次说孩子探视孩子 我记得在一个数十店探视 然后这个男的就带着那个女的 那时候他们已经谈到离婚都谈好了 来接这个小孩 这个女生 我这位女强人就骑着摩托车 就飙上高速公路 我觉得分手很困难的就是说 你如何在一个关系的整理当中 回到自己生命议题 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而不要去跟别人奢求爱 当跟别人奢求爱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可能 就是把权力交给对方 把权力交给对方 不是就是她控制你的开始吗 在离婚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我们今天讲好散这件事 双方能够体验到 两个人必须共同处理的困境 有没有可能 那如果能够共同体验到的话 它会使离婚过程里面 各种精神跟金钱耗损的成本 可以减低多少 对 念华这时候 我们就处在一个理性脑的状态 可是那时候 他们都是性能和爆炸的状态 都是一个非理性的状态 也就是说 我觉得很棒的一个 我觉得坦白讲 就是您提到一个很关键的 大家有没有个理性的 共同的觉得 这件事情我们是共同要去决定 一件事情跟共同去解决 这样的一个困境 如果这个共同可以放在一起 而不是你跟我的对立 这时候才有可能好散 所以反而这句话 是一个好散最关键的 我举例 我分手 如果是你说了我同意 这件事我配合你 如果这样的想法 我就是被害者 可是如果你们的想法是 我跟你都共同决定 我们要离婚 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对等关系 这里头就没有被害者 我记得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他要分手 他非常非常厉害 他的分手是 那就是你帮我写一个协议书 然后我就照着他的条件写 我说那你老公呢 我说我会约他来 约他来说 你再把这个协议书内容 讲一遍给他听 他说我基本上 把他新的房子找好了 那我离开了这个 他的公司对不对 他的接手的 我也帮他找好了 我都帮他去 他说因为我们婚姻中的模式 他就永远都是帮他解决的人 然后呢 所以他的离婚大概是我最快速 开两次会就整个结案了 因为他们现在还是好朋友 所以我就问我这个好朋友 我说如果今天我要跟社会大众说 好善这件事情 该怎么做的时候 你会怎么建议 他说赖律师啊 我觉得要离得够快 要再是朋友的时候离婚才有可能 如果两个已经是怨偶了 在谈论离婚一定是怨偶的 一定是带着怨在处理事情 他说这样子你只会觉得 你是个被害者 但我也不愿意变婚姻中的被害者 我们何必让双方都觉得自己委屈呢 所以他就跟他讲 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再继续这段婚姻了 我们在我们现在关系还好的时候 我不希望以后跟你是互相抱怨的 我们这时候就来共同决定怎么分手 你知道他们真的是做到这件事 我们在推家爆发的时候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这个裤子是破的 牛仔裤哦 我问他怎么破的 他说他老公是拿着榔头尖的部分 这样子打的 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跑 他说他不回去会更惨